好 再來第三題 絕對值的題目 在講絕對值之前呢 我們先來練習一個概念 把這概念先弄熟 我們再來看這三題 5的絕對值 沒問題嗎 當然叫做5 那-5的絕對值 當然會叫做5 所以如果我今天問你 A的絕對值 等於5的時候 那A的答案有誰 正5和什麼 負 對不對 這個你一定知道 好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X-5的絕對值是3 那老師 X-5的絕對值是3 那X-5有可能等於什麼 照剛剛講的 如果我把這裡塗掉 誰的絕對值是3 一個就是正3 或者一個叫做負3 對不對 所以如果要算出X 那我就把-5丟過去 這個-5丟過去 變成X等於3加5 會8 那這個一樣丟過去 會叫做X等於-3加5 等於正2 OK 所以X的答案是8 或2 OK 答案是8 或2 好 這是第一題 再來第二個 做法一模一樣 Y加7的絕對值是4 一樣你就先把你的手指頭 把Y加7蓋住 誰的絕對值會是4 正4和什麼 負4 所以Y加7有可能叫做正4 Y加7也有可能叫做負4 所以一過去 這個丟過去叫做 7丟過去叫做-7 所以是4-7得到負3 另外一個答案叫做負4-7 叫做負的11 所以Y的答案叫做負的3 或負的11 好 這是第二題 再來第三個 絕對值加絕對值是0 只有什麼狀況 絕對值如果要加絕對值 而且是0 其實只有0的絕對值加上0的絕對值 才會是0 也就是A加5一定會是0 B-2也一定會是0 所以A的答案 加5丟過去叫做負5 那B的答案-2丟過去叫做2 好 這個是第三題 我們往下看 第四題 XYZ如果是個整數 而且6倍的絕對值加5倍的絕對值加上1倍的絕對值 會等於1 那求XYZ相加是多少 好 這一題其實有一點點的小小的技巧 你想一下 XYZ 好 我們先看X就好了 X是個整數 所以整數再減整數 這一定會是個整數 這裡面的答案 絕對會是個整數 所以老師 6乘上整數 記得喔 後面只有1喔 所以說老師 如果這裡1可不可以 6乘1 6欸 那後面再怎麼玩 一定都會爆嘛 對不對 所以出來一定要乘上6 但是我只有1 而且出來是個整數 所以我知道 哎呀不可能啦 X-4不可能是1啦 也不可能是2啦 都不可能 所以X-4 務必要等於0 所以也就是這一坨要是0 同理 Y加2出來等一下要乘上5 你看喔 他如果出來至少是1 1乘5就5了呢 5那其他不就爆了嗎 所以Y加2也一定要等於0 所以那這個1是誰給的 是Z加3給的 所以Z加3的絕對值一定要等於1 好 所以我折到了這個概念之後 來我們往下看 所以X就等於 丟過去是4 Y就等於-2 那Z呢 好 Z老師就特別在抓數來講一下 Z加3有可能叫做正1 剛剛的概念嘛 Z加3也有可能叫做-1 所以Z可以等於多少 丟過去1-3-2 或 加3丟過去-1-3-4 好 我們來看這第一個 所以最後一個 老師我們要求的是X加Y加Z 那可以等於多少啊 第一個可能性叫做4加上-2 再加上我的-2 所以會等於0 第二個狀況 有可能是4加上-2 再加上我的-4 所以會等於-2 所以我們的答X加Y加Z 有可能是0 或者-2 好這個是第四題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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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4